大家好,我是独林 欢迎来到Mite学院 我们来继续学习这个笔大型项目 上一节课我们主要讲一下 这种 外设串口的这种模块的实验 本节课我们主要讲一讲这种 定制器和AD的这种模块 我们先来看一个关于这种定制器的这个模块 因为实际上在我们的这种 编程的这种工程实验当中 这种定制器有的时候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需要 比如说 这种事件 进行非常严格的这种时间的这种定位 那么可能就需要用到我们的这个定制器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模块 这样和前面一样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主要 首先的话我们需要定他的这样一个头和他的一些数据例行 那么 这里的话 我们只要 定制这么一个遍了 用于这种定制器的这种 集数 下面这个函数 实际上 我们 在前面的话 也是接触过的 那么 它实际上 凑数吧这种 一滴的 怎么 灯 在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在凑数吧完之后 我们需要把这个灯 关闭 接下来 我们需要 做的就是 你凑数吧这个 定制器 3 T3 T3的这么一个定制器 那么 这里的话 基本上就写的 比较清楚 那么 首先我们需要 就是根据我们的这个 这个定制器 那么需要 开这个中断 那么下面的话 我们 就是要 开这个 总中断 和这个 T3的这样的 中断 下面我们需要 计算的是 这种定制器的 这种 这种 分屏 和这个 这种 定制器的这种 次数 那么由它们来 写定 我们需要 做一个 什么样 多长时间的 这种定制 那么下面的话 我们需要的话 就是 启动这个 定制器 最后的话 我们和前面一样 也是 开这个 这个 总的中断 那么这里的话 是这种 中断的 一个处理函数 那么首先的话 我们还是 要指定一下 中断这种 下面的地址 接下来 就是我们的 中断的 处理函数 首先 一上来的话 我们需要 清 这个中断的 标志 所以这一点 是 需要 注意的 一个地方 我们 就是在中断 处理准确 一定是要 做这一步 否则的话 我们的中断 处理准确 很有可能 在 下一次中断来之前 会产生这种中断的 这种 线套 那么 在这里的话 在中断 做的准确的话 我们 就会开始 进行这样的 急速 如果 它 大于245 大于245 的话 那么 我们就会 把这个 计时 计数器清零 并且改变这个 一定的 这种 状态 实际上 在我们的 这个 组函数当中 比较简单 它就是要 设置了一滴灯的 相应的 这种 触始化 一滴灯 并且 触始化这种 T3的 这种 相应的 一些触始化 相应的 T3 接生器 然后的话 基本上就是 做这种 循环等待 我们的 中断的发生 实际上这个程序 本身 并不复杂 但是 就是 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 就是 以后 我们 做这种 定时器的话 应该是一个 什么样的 思路 那么 我们把我们的 这个程序 烧写到 像前面一样 烧写到我们的 设备当中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 ED1呢 就会做这种 不停的做这种 闪烁的 这么一个 动作 那么这个模块 比较简单 我们在这里 就 不再多说了 下面的话 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 这么一个 模块 那么这个模块呢 实际上是一个 AD的这么一个模块 那么我们 这里操作的话 实际上是 读起 它内部的这么一个 温度 的 这么一个传感器 然后 可以通过 就是通过 来显示 我们当前 环境的这种 温度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模块 这个模块 首先的话 当然还是一些 关于这种 头的一些 定义 接下来 我们需要做的是 初始 初始发 我们的这个 产生器 初始发之前 我们需要 关闭 我们所谓的 这个中断 那么这个的话 是 基本上就是 一些 实际上是 一些 提升器的 一些 操作 那么接下来 就是设置系统 组织中 为30号兆 这个方法的话 其实我们前面 也是 设置一些 系统的 这种 时钟的 进行器 那么 接下来 就是 就是 如果付词 这个为 01的话 那么就会 研究到 这个SoC-ADC 利部的这么一个 温度 传感器 接下来 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 这个 进行器 为02的话 那么就是 使能 这个温度的 传感器 那么 接下来这个函数 主要是 通过这个 函数来 迫起 这个温度的 值 那么 首先的话 我们当然是 需要配置 这个 穿稿的 点压 因为我们知道 做这种 AD的转换的话 它是 有一个 相应的 这种 穿稿 点压 的 那么 下面的话 我们 如果选择 这里写得也比较清楚 选择 1.25的话 作为参考电话 那么 这里是把 采取的是 14分别 低偏力的 这种 温度传感器 做这种形式的 采样 接下来 就是选择 这种 ADC的 这种 启动这种模式 是手动 因为这几个进行器 我们在前面的话 我们在前面的话 它的 子的话 我们 就 是讲的 比较详细的 所以 这些 这些子的话 我们只要 相应的 对照一下 我们前面的 讲解 就 应该 不算是 太不早 那么下面的话 是启动 AD的这种 这种 转化 那么 接下来 我们 需要做的是 就是 等待这个AD 转换的完成 因为 硬件 它 做这种 换算的话 它是有一个 时间要求的 它可能 没有我们的 这个 程序 那么快 所以我们 需要做 这种 等待 其实这也是 我们做这种 硬件 启动的 程序 所 需要 掌握的 一个 计较 因为 我们 不管是 进行什么样的 不管是 就是 力部的 模块 做一些 这种 收发包 或者是 做一些 其他的 这种 各种各样的 模块 它的 反应的 速度 我们怎么才能 知道 它已经 执行完了呢 就是实际上 就是通过 这样的 形式 去 等待 如果我们 不等待 硬件 完成的话 那么我们 在继续 就是在我们 硬件 完成之前 然后再做 其他的事情 的话 这样的话 可能就会 使我们的 程序 出些 就是 意想不到的 问题 那么 如果 进行到这里 的话 就说明 我们的 这种 AD转换 已经完成了 那么 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 从 ADCL 还有 这个ADCH 当中 取出 我们这个 转换的 词 那么 下面的话 我们需要 把这个 转换的 词 然后 换上 出 我们的 这个 下应的 这个 温度 值 并把 这个值 返回 这里的话 实际上 就是 我们 去 测试 一下 我们 的 这个 AD 怎么的 模块 的 效果 怎么样 并且 通过 它 然后 把我们的 这个 发送到 我们的这个 PC值 我们就能够 比较形象的 看到我们 所 得到的 这样的 一个结果 首先的话 我们是要 出使发 这个 出使发 这个 窜口 因为 我们 需要 就是通过 窜口 窜口 把 这个数据 传到 这个 这种 电脑上 我们能够 比较 形象的 看到 这个 温度的 词 那么下面的话 就是 出使发 这个 ADC 下面的话 我们基本上 就是 开始 循环的 测试 这个 温度 首先 我们在这里的话 是 需要 出使发 这种 中间的 这个 变量 然后 通过 这里的 这么一个 循环 的话 去 测试 这种 温度 然后 把 这种 测试的 结果 结果 转换成 这个 ask 码 并通过 串稿 发送给 电脑 那么 这个时候 那就能 这样通过 电脑 看到 我们的 这个 温度 的 值 那么 下面的话 延时一段 时间 就 准备 这种 下一次的 这种测试 实际上 这个测试 是 这种 不断的 做 这种 环境 温度的 这样的 测试 这么一个实验 那么 下面的话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模块 通过前面的方式 稍写到我们的这个设备当中 我们在这里 需要先做这种 编译 我们在这里 打开我们 打开我们 现在的这个工程 然后我们把它重新做这种 编译 编译完了 然后我们把它烧写到我们的这个设备当中 好 我们在这里烧写完成了 我们停止这个 我们停止这个debug 那么下面的话 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参考注射 我们重新把我们的设备上定 我们的这个bootd是115200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通过测试 我们会获得这样一些温度值 那么今天的这个实验 我们基本上就讲到这里 比如 ok 我们 我们 two 我们好 那么 我们 我们 好 有 我们 我们